那说到美国方面,川普不光指定了这个和谈特使,把新的对华贸易谈判的代表也给指定了,不是莱特希泽,莱特希泽七十四五了吧,可能担当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,全世界不光跟中国呀,跟全世界满天飞,他可能跑不动了,之前想当财政部长吧,现在财政部长给了别人了,那最后让他徒弟,也是一个强悍的角色,来当这个新的谈判代表,中国呢,这个人未来会非常的熟悉,又成为了一个中国新的对手。 那之前川普用关税,毕竟指明了第一次前进的方向啊,森泰尼的事赶紧过半了,办不了啊,我上任的那天,咱们直接百分之十的关税,别打后边的话另说,那百分之六十的事还没说呢,就这件事就百分之十,那第一个前进的方向给指明了,那结果呢,马上又给指出了第二个前进的方向,咱们看看川普又给吓什么,派什么工作了,一会咱们看看啊。